在進展的過程中 滴答滴答力 其實已經注定了急凶火 所以你看得懂人看得懂 看不懂人看不懂 就像平常星空夜雨 在電話這個meeting裡面 Zone裡面看不到導師 導師對他講得 值得比他自己還清楚 沒見到還好 來到拉斯团 剛好就是在教室 講得導師我有嗎 你怎麼沒有 你真的很有 是我嗎 是啊 有時候講得他不好意思 每個人的運作中 其實在生命地圖裡面 都已經index進去 這諸多的data 只是你知道不知道而已 要不然導師怎麼會 逼你還清楚 那不是去讀你的data而已 要不然我自己編劇啊 編出來剛好match你的問題啊 不會嘛 是不是 這就是要告訴世人 這一切都是科學 不是炫學 如果這是事實 分秒鐘的滴答滴答力 就已經注定了你的未來 你的命運 你的來勢 這就不是佛家與否 道家與否了 這是要必須面對 現實與否 因為隨時隨地 都有可能 你的因帶進去的data 會被調動出來 一個因子 而變成了 急凶霍伏的時段 所以 修行重不重要 覺得重要的舉手 新來的你要舉手嗎 好好好 OK 其實我剛剛講這一整段 就為他們新來的說的 你知道吧 因為新來的年輕 對吧 血氣方剛的 這個 繼續說可以嗎 好不好聽 我問美國好不好聽 亞洲沒有反應 有鼓掌才會恐懈 才會開屏 你知道吧 恐懈就不開屏 你講什麼 剛剛那個 那個貴賓說 今天是講乾貨還是失禍 今天到底講乾貨還是失禍 都有了 好 好 繼續講 再把問題推到 更嚴格的檢視上 當你想要改變事實 你百分之一千一萬想要改變 但是你就是改變不了 就像鬼壓闖煙 怎麼辦 怎麼辦 要不要炒雞蛋 我說過 這世間 一切的像 都是能量的幻化 是還是不是 是 是嘛 對不對 比如說我現在問Grace Grace你現在再比較一下 你以前被喪屍罵 現在沒有被喪屍罵 你覺得 每天上班的那種感覺 被喪屍罵的那時候 感受 和被喪屍沒有罵 差在哪裡 胃痛 對不對 胃痛 是因為可能被罵了以後 心情緊張 心情緊張 或者是不好 對不對 如何使他為痛 如何 什麼 能量 說穿就是能量 你當下的這個 input 是幫了自己 還是損了自己 這就是問題 你有沒有想清楚 你那個當下 你到底是對自己利還是不利呢 這就得好好的品味其中